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2月14日 星期三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葵聰邨有個不肖子用利子襲擊母親 現場的消息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靈畢商據報 西九龍文化管理局說財赤 即他們財赤 說最壞的打算如何解決財赤的問題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之前明明拿了二百多億的公帑 以後不再拿錢 這次會不會打公帑的主意 還是有甚麼方法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都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葵聰邨不肖子利展襲擊母親被捕 雙雙送遠 報導的留言提到葵聰邨發生輪常血案 在今日2月14日早上約摩10時半 葵聰邨只葵留一個51歲姓女的女子 在預所裡被他33歲姓嚴的兒子用剪刀襲擊 搜捕流血受傷 奪門而逃 跑到大廈樓下報警求助 救護人員到場為女子包紮 並將他送往人際醫院治理 警方到場調查 在單位檢獲一把長藥23年長的剪刀 涉案的兒子涉嫌 傷人被捕 情緒激動 一同送往人際醫院檢查 他現證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個兒子竟然拿一把尼子襲擊母親 最終母親要逃走 到樓下求救 兒子被捕 傷傷送遠 另外亦提及有關西九最新的財赤情況 都是財困 根據HK01的報道 西九錄得7億多的赤字 解決財困的方案 未有回音 逢程淑儀就說 最壞打算 繼續借錢 報道的內文提到 西九文化管理局 在2022年23年度 錄得7億多的基本營運赤字 預計政府注資的216億元撥款 將會在明年用盡 西九文化管理局行政總裁馮程淑儀 在今日2月14日接受報章訪問 就說去年已經向政府提交新的財政方案 期望可以善用土地資源和改善財政 又表示最壞打算是繼續借貸 話說馮程淑儀表示 自西九文化區在2022年23年財政年度 訪客激增至400萬人次 當中約半數是內地旅客 約兩成是海外旅客 其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還有M家博物館 在2023年全年訪客 分別有125萬人次 和超過270萬人次 不過他提到黃燈不代表黃財和 即使M家和故宮博物館的成本收回率分別已經達到44%至46% 剩下過半的開支仍然需要西九管理局自己自圖腰包 估計現金儲備將於明年年中耗盡 又形容目前都是靠借貸 唯有努力創造收入 但相信儲備用盡的時間並不會相差太遠 最壞打算是繼續借貸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話說當年沒有記錯 2008年 當年拿了200多億 說明拿完這一筆就不會再拿的錢 結果說一聲就慢慢用了 因為據報政府注資的216億元撥款 應該會在明年用盡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礦者也試過在議事堂問唐英年 就跟唐英年說 你們用完錢會不會過來又借錢 那時唐英年笑著說 當然是借比較好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變得 因為說仍然真的借 借哪裏呢 舉個例子 你借就不是借公帑 當年的216億 就說非常窄地有升 就說不會拿的 我們會做到自負盈規 過去幾年 大家都知道故宮文化博物館 還有這個M加博物館 都幾多人去的 西九都幾熱鬧 因爲什麽繼續虧錢 房程淑儀就說 其實成本收回率都高達四成多 不過剩下的一半開支 都是要自圖腰包 簡單來說就是未能做到收支平衡 不知道大家怎看 若然這樣放風聲 有機會正如逢程淑儀所說 最壞打算就繼續借錢 問誰借呢 問公帑 問納稅人 這個就不得而知 今天相關報道就未有說到 另外亦都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西九高鐵站有個男的女客 即鞋 藏有一公斤黃金 方張闖關內地 遭到識破 報道的內文提到 據中國海關總署微信公號 在2月14日星期三通報 近日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內地海關 查獲一宗女客鞋內 藏有走私一公斤黃金製品入境的內地案件 據報這個女客經過查驗台的時間 神色慌張 行為異常 隨即進行難節檢查 結果在當事人的左右鞋內 各自查獲一塊用紙包裹的黃金製品 兩塊黃金製品共有一公斤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因為個人方方張張 結果被人發現他的鞋內 在這邊藏有多達一公斤的黃金 都是用紙包裹的 結果相關人士應該被捕案件調查當中 另外亦講解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新春輕龍 因為今年龍年 不過兔子被人丟到修容中心 結果近年盲買盲養寵物 添身幽 我這樣說的 報道幾內問到 今年正值 兔去龍內 有爬蟲店指龍年效應 近年買變色龍等等 與龍有關的寵物生意 是上升了5-10% 說買家當中 更加有年近10歲的蜥蜴米 不過兔年剛剛過的 有三個關注寵物兔的志願團體就說 過去一年已經接收和拯救超過260隻氣兔 當中包括情侶分手過後遺棄的小兔子 有團體指未來幾個月將會再接收30隻 擔心出現氣兔潮 另外近年另一個熱寵龍貓也出現氣養 有義工一年之內協助90隻龍貓找家 關注爬蟲權益團體亦指寵物商品化下 是加劇了盲買盲養 指變色龍不易養 擔心熱度減退後出現暴風式的氣養潮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今年龍年於是突然之間很多人買變色龍 其實變色龍是近年都頗受人歡迎的寵物 但礦仔未必會欣賞 但身邊人就覺得變色龍很可愛 所以真的有人喜歡養 兼覺得他很有趣 今年正值龍年 於是說多點買變色龍 不過要留意去年兔年 話說很多人買完兔子 養了一會就不玩 於是令到大量的氣兔出現了 他們雖然是動物但其實有生命有感知有感受 你養了別人一會就不要人 遺棄人的話 其實真的很慘 另外有關注爬蟲權益的團體 就說接下來好像又同一個循環 買很多的變色龍和龍有關的寵物 不知道下年又會不會氣養 都是那句了 記得因為照顧寵物一輩子一承落 千萬不要棄養 那個動物那個寵物其實是家人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藍田匯境廣場的電錶房傳來爆炸聲 無龍煙 消防到場救息 報導的內文看到 今天中午12點55分 警方接獲多人報警 旺藍田匯境廣場傳來爆炸聲 大量濃煙霧出 消防接報格 到場張火救星 相信是一個電錶房 起火霧煙 會警廣場大部分的商戶照常應議 只有一間超級市場 暫時落閘檢查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